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亲近神 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我真的是为着美好的 要发生在你身上的美好的事情 来感恩 来赞美 带着个期待的心 我们要从这神迹时刻 我们再次地经历神的奇妙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第五章这边说 好 第五章第一节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是要我们得着自由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不靠立法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说 我们不是靠立法来称谕 神要我们脱离立法的束缚 挟制跟捆绑 要我们从忧虑变成喜乐 变成仰望 我们从痛苦变成了 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我们仍然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可以脱离旧有的坏习惯 捆绑我们的 那些限制我们的 约束我们的 拦阻我们 让我们靠近神的 这些我们都要脱离 然后不能够靠他们来活出美好的人生 不能够靠他们来活出基督的丰盛 不能够靠着他们来领受 来承担神给我们的产业 神要使给我们 不能够靠着过去的 这旧有的 来成就神给我们的护照 来带领更多的人来经历神的奇妙 神要我们脱离过去的 这些立法的挟制 为了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 所以我们要站稳 我们不能够再被奴仆的恶所挟制 我们不能够再被过去的这些的 优励 消极 负面 痛苦 这些的惧怕 那种的坏习惯 那种的愤怒 那种的可能是好斗 纷争 自私 贪婪 不能够被偶像捆绑 不能够被过去的这些的 我们可能有别神的这些的信仰 可能有别神的这些的宗教的说法 我们不能够被偶像捆绑 我们不能够被过去的这些的 我们的恶行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幼稚 我们的恶怒 我们这些软弱的个性所挟制 我们乃是要 我们信主的人乃是要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得着这个自由 当然 我们蒙神的拯救 我们得着的自由 但却不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情义 好 我们不受这些挟制的 后我们就在 神的既然因信称义 不再靠立法 以前是靠立法来管辖我们 现在基督来了 我们是靠信基督而称义 不再靠立法 我们就可以有了这个自由之后 哇 我们就 反正神会因信称义了 我们有了这个恩典 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了 我们就放纵情义 哇 我们就 就找到个借口 一直不断犯罪 反正神会设罪 神有设罪之恩啊 我们最主要认我们的罪啊 我们最主要我们再次地回到神的里面啊 我也靠近神啊 我也亲近神啊 我也学神的样式啊 我也学唱歌啊 我也看圣经啊 但是仍然在罪恶中 在自私 在贪婪 在自我 在这个分身 在憎恨 在这个不饶恕的里面 还在这些的恼怒的里面 在肉体的软弱里面 我们不能够放纵这样的情欲 而因为 而不能够找到这个自由的借口来放纵情欲 圣经 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十三节那边说 我们倒要 爱心 用爱心互相来款待 我们要怎么样 这边说 全部的立法 总结为一句话 就是要 爱灵圣如己 要爱人如己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 相咬相吞 我们不要互相竞争 互相的这个破坏 这样的话 会互相毁坏对方 同归于尽 今天神的话 一开始就这样来祝福我们 我们要爱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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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爱心来互相服侍 互相的款待 互相的鼓励 不要互相摧毁 不要对立 不要纷争 这些都是 放纵肉体的事情 阿们 我们一起 来敬拜我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曾经在祢 在祢同在里 祢是最美的祢 祢是最美的主 何等味道 何等荣耀 何等甘甜 祢是最美的祢是最美的祢 祢是最美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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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安 何等甘甜 主耶稣 在祢里面 我追得赦免 令我进入祢头 最美的主 何等伟大 何等荣耀 何等甘甜 主耶稣 在祢里面 我追得赦免 令我进入祢头 我追得赦免 你追得赦免 我追得赦免 我追得赦免 你何等的伟大 愿耶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做耶稣所做的 用爱 彼此的管带 用爱 用忍耐 去服事 不要 纷争 相咬相吞 不要互相破坏 互相批评论断 不要分门解党 不要冲突 不要纷争 乃是要以和睦 彼此相待 用爱心 彼此相爱 让基督的荣美 就显现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祢是最美的主 何等伟大 何等荣耀 何等甘甜 哦 主耶稣 在祢里面 我罪的赦免 令我亲与祢 祢是最美的主 何的味道 何的荣耀 何的甘甜 主耶稣 在祢里面 我罪的赦免 令我亲与祢 同在里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 保罗 用慈悲怜悯来劝我们 神的话语又这样来劝勉我们 要来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 要提醒我们 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什么呢 让我们行事为人 要顺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靠信 靠基督我们称义 我们既然从神得着了自由 这自由不是让我们来放纵情欲 这自由乃是给我们来顺从圣灵的 任何时候 任何时间 任何场地 任何情况 就算在患难中 来批评 来批评来论断 我们可能被误会 但是神仍然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事 顺着圣灵的 就从圣灵得生 我们不要顺从肉体 不要顺从肉体里面的邪情 事义 不要顺着肉体里面的 罪性 而行事 18节这边说 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 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 因为 人罪恶的本性的事义 第17节这边说 人罪恶的本性的事义 是与圣灵作对的 对立的 敌对的 圣灵以罪恶的本性的邪情 事义 是对立的 敌对的 两者势不两立 使我们不能够做自己的事情 但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 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 你知道 里面的罪性 人里面的 这个罪的本性 这些邪情 失忆呢 会来拦阻我们 顺从圣灵 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容易的 很多时候 当我们 想要 做神 让我们要 按着神 给我们的呼召前行 当我们要按着神 给我们的话语 按着真理的教导 我们来行事的时候 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时候 在我们 在我们里面的 罪的本性 就一直会来拦住我们 人 里面的罪 一直不断 要我们去 行淫乱 婚前性行为 同性恋 婚外情 这些都是罪恶 这些在我们 里面的罪 牵动 我们这个本性 去做 圣灵不许悦的事情 你知道 我们从神 得着了自由 既然神会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是 滥用这个自由 一直不断 放纵 情欲 任意犯罪 我们不是 任意犯罪 你知道吗 既然神会 赦免我们 犯了罪再说吧 放纵 情欲再说吧 邪当 污秽的事情 拜偶像的事情 行邪术 不要再 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再回到 过去的 那个 偶像的捆绑 偶像的瑕疵里面 我们的嘴唇 都不提别的 偶像的名字 我们要有这样的节制 我们要 你知道 不要被罪恶牵动 我们的个性 去仇恨 去争吵 妒忌 去记恨别人 恼怒 很容易发脾气 不要放纵 自己的脾气 不要分门 结党 纷争 对立 冲突 分裂 不要搞破坏 分门 结党 不是带领 人 离开神 不是带领 不是来批评 论断 神的教会 神的仆人 神的 这个 事工 事工不完美 教会不完美 神当然完美 但是当我们这些 不完美的人 进入教会 包括我们这些神职人员 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做事工 我们也不完美 你知道吗 我们也不完善 我们都会做错 我们都会说错 我们都在成熟的阶段 更没 我们在一直不断地 精益求精 我们想要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都是从低 做起 我们都一直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 不断地 这个 变得更好的过程里面 不要 挑剔问题 带人 分享 带领人 要看的是正面的 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 有怜悯之心 我们要 不失忌 还造成 冲突 还造成破裂 还带人离开神 妒忌 准备 凶狭 醉酒 荒烟 无度 一直不断地荒烟 放纵 情欲 找这么多 就花这么多 这里说 我以前警告你们 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 行这些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顺从 罪恶的本性 去放纵 这些肉体的淫乱 拜偶像 邪当 仇恨 纷争 分门 结党 恼怒 妒忌 冲突 分裂 凶杀 醉酒 这些事情 不能够让我们承受神的国 它反而会摧毁我们的生命 求神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今天在神迹时刻 神要我们经历的神迹 就是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 你说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啊 我们没有跟圣灵对立你的忙 我们怎么样来测验自己 到底有没有 到底我们是顺从肉体的情欲 放纵情欲 还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呢 如果是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就不会分门别类 我们就不会醉酒 我们是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就不会拜偶像的 我们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不会妒忌的 我们仍然会为成功的人拍手 我们不会说坏话批评论 我们不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们不会让人跟神对立 我们不会让人带人离开神 我们不会放纵肉体 放纵情欲 自私贪婪 我们不会让自己活在肉体的软弱 不靠近神 那些都是罪恶本性 所彰显出来的这种的软弱 故意不要神了 不觉得神重要了 还是过回一般的生活吧 反正也一样 很多人没有神 在世界里生活 也一样活得很喜乐 反而在神的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服事里面 在小组里面 在领导里面 在回应神的呼召里面 反而很多困难 很多压力 很多事情被要求 好像被拉扯 很有 很不自在 不喜乐 我还是去找快乐 还在回到世界里面 你知道如果是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不会有这样的 负面消极的看法 不会好像我们的思想 中毒了 中了撒旦的毒 中了肉体情欲的毒 中了世界的毒 如果我们真的是 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里面会生出 圣灵的果子 我们如果是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的形式为人 我们是充满着仁爱 很仁义 我们不会斤斤计较的 圣经这边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 忍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没有立法禁止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不会分争 我们不会对立的 我们是以爱来彼此相待 彼此服事 我们不会因为问题 我们就忧愁 我们就不要神 我们就远离神 不会因为我们 在神的里面得不着好处 很多人都在神的里面 去找钱财 应当我们在找钱财里面 去经历神 神的丰盛不是只有钱财 神的丰盛是超越钱 是关乎生命尽钱的事情 是关乎属灵的事情 是关乎未来永生的事情 是关乎给予的事情 不是去得着自私贪婪 只要领受 你知道 圣灵如果 祂带领我们的话 我们是里面有喜乐的 喜乐不代表没有问题 喜乐不代表困难消失 喜乐不代表疾病不见 我们仍然在患难中 保罗说 仍然在患难中 他被监禁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赞美神喜乐 他仍然可以喜乐相信神 喜乐来教会 他又还有忧愁 忧愁还在他心里面 但是他选择喜乐 但是他选择喜乐 他选择 不要哀伤 他训练自己喜乐 训练自己有忍耐 他选择和平 他选择自己退一步 有时候宁愿自己 有时候宁愿自己亏损 如果能够维持那个和平 维持那个关系 你顺从圣灵的领导 圣灵在你里面是活的 你成功了 这人生 我们人的一生 我们其实是个训练的过程 训练我们怎么样相信神 训练我们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引导 怎么样不对立 不纷争 不批评 不论断 不破坏关系 而是 让关系充满和平 说和睦之子 我们不要拆散关系 乃是要建立关系 我们不是 恼怒 发脾气 甩东西 口说不好的话 动手 乃是要忍耐 如果顺从圣灵引导的话 我们是可以忍耐的 很多人说 不忍忍了 可以的 忍耐 生 毅力 毅力 带来生命 而生命就带出丰盛 带出基督的 心相知气 带出基督的爱 就带来美好 可以忍耐的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在婚姻里面继续的忍耐 你要忍耐 我们在 服事的过程 带领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忍耐 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求学 我们要忍耐 我们在 恋爱的关系上面 有时候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祷告 来看 是不是上帝给你的 安排给你的亚当和夏娃 我们需要忍耐 我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 我们要活得自在 活得自由吗 要活出自我吗 我们不要隐藏自己 就放纵了 那没有我们 这个不叫做顺从圣灵的引导 这反而是 在彰显着 罪恶的本性 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里面 会恩待别人 款待别人 会有慈祥在我们里面 会有慈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 恩慈的意思是 我们不计较的 我们 没关系 给予 让人得祝福 让人得喜乐 让人得帮助 这个就是恩慈的生命 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会这样来 款待别人 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里面会有良善 我们是很善良的 我们不 不摧毁别人 没有圣灵的 不在圣灵的引导的话 我们很容易呢 就是破坏 我们很容易呢 让事情垮掉 我们 甚至是那个破坏者 如果真的顺从圣灵引导的话 我们里面应该是良善的 我们不作恶 我们不破坏 我们要建立和平的 我们是恩待别人的 不计较的 我们 可能别人也说我们一些话 我们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们可以忍耐 夫妻之间必须要忍耐 爱是恒求忍耐 不自夸 不张谎 不做害羞的事情 盼望我们在 现在生活打拼的过程上面 有时候不一定要很快去找快钱 你知道吗 我们要忍耐 按部就班 你要相信神 一定会带领你 一定会祝福你 一定会供应你 有时候 在跟随神的路上 没有得着 没有 没有钱财 你就不要 你不要慌 很多人没有 没有伴侣 就慌了 很多人 看到小组 有人 说他坏话 他就慌了 他就不要领导了 很多人带到没有效果 有时候 就觉得说 哎哟 我带不来 我做不来 就慌了 就放弃 就不敢负责任 就放弃服事 我们应当 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 我们应当是很信实的 信实的意思说 我们还是很实在的 我们还是可以做下去 我们还是信得过的 我们还是按着约定 我们既然在神的面前 回应呼召 我们跟神约定 我们就要言而有信 我们既然说了 我们就做 有温柔 在我们的里面 温柔不是一种软弱 不是凉凉强的意思 温柔是 这个 不愤怒 不残暴 不凶恶的意思 他不是很凶的 他 很容易跟别人交谈 就算被冒犯 他不容易发怒的 我 不行了 我还是有这个 软弱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 一被冒犯就 一看人做事情 做不好 做错 火就来了 不温柔 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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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很多次 求神拿掉那个次 给我一个温柔的心 然后 如果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一定会把 邪情 诗意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 是乃是基督 在我们里面活 如果顺着圣灵的话 我们是有 节制的能力 节制意思说 我们是有说不的能力 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不要放纵 邪情 诗意 我们不要放纵肉体 我们节制说 可以节制我们 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 节制我们 训练我们自己相信神 训练我们自己爱神 训练我们自己 继续地遵循神的真理 不要贪婪 有时候亏损 你要训练自己的 训练自己 一直能够改变 求神带领我们 去一个新的领域 不要叫我们一件试探 不要叫我们 沉浸在凶儿里面 就我们脱离 一切的这些的凶儿 脱离撒旦魔鬼的挟制 所以呢 我们应当靠着圣灵而生 靠着圣灵而活 所以呢 不要觉得 我们已经做到了 乃是要不断地 竭力追求 向着圣灵 给我们的标杆之跑 阿们 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圣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耐心的 你重视的谷 你发愿 恩赐两身心事 我柔体 教会加上温柔 令我想你 My best friend 亲爱上你 亲爱圣灵 My best friend 亲爱的圣灵 亲爱圣灵 我的圈缘在于你 结束的令我最好朋友是你 永留爱 喜乐平安 催促 生命清醒 耐心的 你重视等候我 你满游 恩赐两身心事 我柔体 交换香水温柔 你满游 恩赐两身心事 圣灵 亲爱圣灵 圣灵 你满游 恩赐两身心事 我奉耶稣的名 要为着我们的家人 要为着我们的家人 祷告 我呼吁所有的家人 我们要来到圣灵的面前 我们要进入到圣灵的里面 求神救我们脱离 罪恶的邪情事意 罪恶的本性 求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我奉耶稣的名 要破除我们里面的那种的 放纵情欲的这样的一种的软弱 我奉耶稣的名 要破除 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的 负面消极批评 论断分门结党 这样的一个好斗冲突的 这样的凶儿 这样的个性 我奉耶稣的名 要从我们的里面挪去 要改变 给我们温柔 给我们恩赐 给我们良善 给我们仁爱 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领受圣灵 我奉耶稣的名 要停止一切拜偶像的活动 领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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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人 不做这些仇恨 嫉妒纷争的事情 我们要节制我们要忍耐 圣灵奉耶稣的名 求祢赐给我们忍耐 我们领受祢的忍耐 领受祢的圣灵的果子 带着忍耐充满我们 领受圣灵的果子 带着这个节制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 虽然我们在疾病里面 但是我们忍耐要喜乐 要有忍耐 要有节制 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身上的这些的癌细胞消失 我奉耶稣的名 要命令身上的这些的肿瘤消失 从这身体里面离开 奉耶稣的名 要医治这个膝盖骨头的疼痛 拿走疼痛 奉耶稣的名 领受圣灵果子 带给我们的忍耐 带给我们的喜乐 带给我们的平安 带给我们的医治 带给我们的力量 奉耶稣的名 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奉耶稣的名 医治这个眼睛 医治这个眼睛 奉耶稣的名 要开始不断的清楚 医治我们的 医治这个身体里面的 那个近视 闪光 我奉耶稣的名 医治着眼睛的疾病 医治着眼睛的疾病 让眼睛 让眼睛明目 让眼睛明亮 让眼睛可以 焦距 我奉耶稣的名 领受 耶稣的医治 奉耶稣的名 叫我们的心灵 刚强起来 奉耶稣的名 我们有能力 把邪情 事意 钉死在十字架 现在我们要顺从 圣灵而活 我们要顺从 圣灵而活 给我们的谦卑的灵 不自高 不自大 不忍怒孩子 不彼此忍怒 不分争 不对立 不要互相妒忌 乃是要互相款待 用神的慈爱 用神的良善 我们是给予 我们去建造 我们去祝福 我们不是毁坏 奉耶稣的名 领受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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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松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sing I shall leave sing I shall leave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my best friend 谢谢你让我们领受了圣灵 叫圣灵的果子 叫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我奉耶稣的名 叫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活出圣灵的果子来 忍耐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温柔 信使 节制 不知高 不互相 不互相 彼此 纷争 不 忌恨 不 恼怒 不 随便 发脾气 不 拜 偶像 不 不做亏损神的事情 不贪然 我们 不批评 不论断 凡事都从 正面的角度 从圣灵的角度 来看事情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感恩 我们领受了圣灵 我们领受了 神迹 我们在这时刻 领受了神的恩典 领受了神奇妙的神迹 我们献上无限的赞美 我相信 在下一次的神迹时刻 我们会有更多的领受 我们会有更丰盛的得着 带着期待 带着渴望 我们在下一次的神迹时刻 我们再见 上帝祝福你